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将于1月8日周二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 以下是我们预计CES将展示的五个最重要的趋势物 英雄产品发布谷歌会在CES2019带来一些与汽车相关的东西吗 考虑到它将在CES最大的户外舞台通常是车展的举办地展出这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该公司一直在通过棋子公司Waymo研发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与此同时 获得了30届CES2019年创新大奖的三星Samsung 可能会展示其Galaxy可折叠智能手机原型机 不过它可能会推迟到今年晚些时候举行自己的Galaxy Unpack发布会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四可访问性瑞士助听器品牌风力 我们设备支持蓝牙立体声流媒体 为流媒体语音和音乐优化输出该公司 是几家专注于可访问性的CES2019创新奖得主之一 Technologies是另一家助听器品牌 其追踪身体和大脑健康的Livion是第一个与亚马逊Alexa连接的助听器三 新用户界面用户界面不再仅仅是点击时点击 现在他们融合了从语音到手势控制的所有内容 我们希望看到几家制造商 挥出配备亚马逊Alexa语音助手的新设备包括电视 耳机和调形音箱 英国硬件开发商超触觉公司 Doucher Haptics Strategy Inspire触觉反馈设备 为触控界面带来了一种新的维度 利用超声波将触觉投射到皮肤上 让使用者在稀薄的空气中感受到纹理和形状感 可持续性从无垃圾 可在填充的咖啡胶囊 到太阳能 节省物种的智能风箱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正在影响着每一个行业 这一点在2019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 表现得最为壮观 除了咖啡和蜜蜂 SR Tech公司的CUB E300加密采矿个人电脑 您有望问是这款电脑 有可再生能源驱动 可以回收用户家庭环境系统产生的 72%的热量 这对耗能巨大的加密货币行业来说 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一 娱乐技术索尼和LG 运计将在CES上推出消费者可用的8K电视 与此同时 奥迪奥迪将展示其沉建式车内娱乐概念 这种概念能有效地 把静止时的汽车变成汽车影院 我们也很期待看到 这是第一款专为听语音内容而涉及的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